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神秘而诡异的故事, 安大校园鬼故事。 在大约2001年左右, 安大的成人教育部宿舍楼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。 顶楼一层长期被封锁, 几个好学的男生决定将其打开, 以寻求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 然而,他们的举动引发了一连串奇怪的现象, 包括床上出现神秘人影和同学梦游的情况。 大家不安地向辅导员报告, 但学校领导却不相信这些故事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事件呢? 让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个神秘的校园鬼故事吧。 现在,让我细细道来吧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左右, 当时安大的成人教育部在五里敦的桥下有一座宿舍楼。 由于时间久远, 我记不清楚楼有五层还是六层了, 不过它现在应该还在, 如果你有兴趣,可以去看看。 当时顶楼一层一直都是锁着的, 因为成人教育部的宿舍经常很吵闹, 不适合学习。 有几个好学的男生为了追求安静, 于是把锁给撬开,搬到了顶楼去学习。 自此以后,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。 首先,发生在顶楼下面一层的一个宿舍, 当时住在那里的是我的朋友。 有一天半夜,我的朋友突然醒来, 发现对面下铺的床上躺着四个人,两男两女。 女生们的头发一个扎着马尾便, 另一个则绑了两个压压便。 我的朋友感到非常奇怪, 想叫醒床上躺着的同学, 但却无法开口说话, 也无法动弹。 过了一会儿,我的朋友才能够活动。 当时他以为那只是一个梦境, 然而他的下铺却开口说话了, 你们有没有醒着? 刚才那四个人躺在床上, 你们看见了吗? 朋友回答说,是的,我也看见了。 这时,大家都开始交谈起来, 大家都确信那不是梦。 第二天晚上, 我的朋友躺在床上, 看见床下的同学突然起身, 像是梦游一样走出了房间。 朋友是个胆子比较大的人, 于是悄悄跟着他走出了房间。 同学走向厕所, 走廊里非常昏暗, 灯光也很黯淡, 厕所门口弥漫着一团黑气。 我的朋友急忙喊了同学一声, 然后一切迅速恢复正常。 同学醒来后, 很奇怪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, 他说好像有人在梦中呼唤他, 所以他就跟着来了。 一连串的事件让大家非常不安, 于是向辅导员报告了情况。 曾经有传闻说顶楼闹鬼, 不过自从封锁之后,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 辅导员和我们年龄相仿, 平时关系不错, 他也相信我们的话, 于是向学校上级报告。 然而, 学校领导却认为我们在编故事。 然而, 事情并没有结束, 各寝室接连不断地出现奇怪的事情, 从楼上逐渐扩散到三楼。 成人教育部内外都议论纷纷, 终于引起了学校的重视。 于是学校下令, 那几个学生不得再到顶楼学习, 并重新封锁了顶楼。 这样一来, 宿舍楼又恢复了宁静。 至今, 那个顶楼仍然被锁着。 然而, 据传说, 有人偶尔在深夜听到来自顶楼的奇怪声音, 而那个楼层早已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样子。 那些勇敢的探险者试图进入顶楼, 但都无意生还。 这个校园鬼故事成为了永恒的谜团, 没有人敢去解开它的真相。 故事完毕。 我是小青。 听完后, 不要忘记点赞、 分享和留下你宝贵的评论。 想听怎样的故事, 请留言给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